Hey 大家好 今天來到新現代武上科技運動會 這是由數位部產業署主辦的活動 目前全國的競賽正在熱烈進行中 這個活動是以數位科技結合了運動跟遊戲的部分 這五個競賽項目就對應到五個重要的體勢能項目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來體驗 走 BRBOX 它最主要是可以訓練我們人的反應能力 快速的轉移目標 瞄準目標設計這樣 因為我的頭比較大 所以可能要調整一下 上面跟下面都會有 所以可以稍微轉身 這樣子 對 Tempo朝下再把它往上拉 它會去 Reload 左手邊還有 左手邊這裡 這個 射箭是比較重視專注力 然後穩定性的 它是用光學還是它是真的螢幕 光學 是光學 對 這樣子 對 這台設備 我們除了可以做平衡檢測跟訓練以外 也可以跟遊戲結合 待會這個時間會越來越長 20秒了 除了滑船器以外 我們還有跑步可以做一個室內三鐵的競賽 最小可惜的方案 那對成人 引髮組都很好 因為它沒有新改的壓力 從運動出發 它是把遊戲的元素放進去 沒錯 那這樣子一個看起來是一個九宮格的智慧地點 它其實可以主動式跟被動式的去做反應力 準確度 還有整個去看體態上面的一個提示能訓練 這次新現代武上科技運動會 是透過網路串聯全國 各位參賽者只要在10月25號之前 到全國13個合作的場館 就可以加入這次的競賽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